寿风乡沿辽村的山岭福德庙 27号举办中原普渡 而庙方也将善心大德爱心捐赠的普渡物资 关怀弱势家庭 主委张正志感谢善心大德的举善举 在大众的支持下 与福德庙委员以及志工们 把物资送到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寿风乡沿辽村的山岭福德庙 27号举办中原普渡 庙方人员开始进进出出 忙着中原普渡的物资 普渡活动除了让好兄弟满意之外 也照顾了许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山岭福德庙的土地公的指示下 就在我们今天的8月27号 也就是农历的7月20 来举办这个普渡法会 那因为现在是防疫期间 那我们本庙也是遵守的防疫规定 就由庙方来代替我们的善心大德 做祭拜祈福的法会 为了感谢信众的善心善举 主委张正志也感谢信众大德多年来的支持 会将大家的爱心物资给有爱心的协会 让中原普渡的物资帮助需要的家庭 那因为目前还是在防疫期间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众大德 上山参拜的时候 也一样要多洗手 戴口罩 那再来就是我们庙方 因为今年的普渡物资 大概有1200份左右 那在我们法会结束后 也会陆陆续续的 捐赠给一些弱势的相关团体 让他们可以得到我们被公 这一整年来的福德 主委张正志更是感谢信众大德的慈悲 也感谢长期以来支持庙方的信众 管理委员会会将供品物资 捐赠给需要救助的弱势族群 以并将爱心注入善心暖流 记者林杰 收封箱 彩博报道